美国总统拜登文件门事件持续发酵 继第一批约十份文件于去年11月在宾达拜登中心被发现后 拜登私人律师索博1月12日表示 11日新闻提及的第二批机密文件 是存放在拜登特拉华州威明顿住家中的车库储藏室 首批在拜登前私人办公室找到的机密文件 其中有集机密等级 种类有情报材料及简报备忘录 谈到乌克兰、伊朗及英国 分放在三四个箱子里 箱中另有一总统记录法规定的非机密文件 美国司法部长梅里克·加兰12日宣布 已任命美国伊利诺伊州北部地区检察官约翰·劳斯 对事件进行初步审查 而拜登当天承认 他在特拉华州的私宅被搜出了第二批 源于其担任副总统期间带有机密标识的文件 并表示将配合司法部的调查 共和党众议院议长凯文·梅卡锡星期四表示 虽然同样都是有关机密文件的问题 对待特朗普和拜登的方式明显不同 他还呼吁国会对拜登进行调查 美国劳工部1月12日发布的数据显示 美国通胀继续降温 2022年12月 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同比上涨6.5% 为2021年10月以来的最小涨幅 符合市场预期 较前值7.1% 大幅回落0.6个百分点 分项看来 汽油价格下跌贡献了最大跌幅 并抵消了住房成本的上涨 前者价格环比下滑9.4% 住房成本占到CPI权重的三分之一 去年12月 该分项依旧是通胀的较大贡献者 价格环比上涨0.8% 此外 食品价格环比涨幅为0.3% 医疗保健服务价格环比上涨0.1% 二手车价价格则环比下跌2.5% 此次的CPI报告 也是美联储2月1日公布利率决议前的 最后一份CPI报告 华尔街人士均认为 美联储将在2月进一步削减加息幅度 美国联邦航空局11日傍晚通报说 数据库文件的损坏 导致了此前空中任务通知系统发生故障 联邦航空局在社交媒体上更新信息说 仍在继续通过全面评估来查明故障根本原因 已初步追踪到一份损坏的数据库文件 目前没有证据显示这是一次网络攻击 美国航空业界认为 这是自2001年911恐怖袭击以来 首次大面积停飞 凸显联邦航空局所面临的技术系统 过于老旧等问题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文件显示 这一系统于1947年开始投入使用 美国国会众议院运输和基础设施委员会主席 共和党人萨姆·格雷夫斯在一份声明中说 这一事件反映出美国空中交通系统 存在巨大薄弱环节 联邦航空局应就此解释说明 连日来的冬季风暴已令加州遭受大范围强降雨 洪水及泥石流 造成至少19人死亡 在圣路易斯·奥比斯波县 救援人员正在寻找一名5岁的儿童 他9日早上被洪水从一辆卡车上冲走 据AQ Weather称此次风暴已经给加州估计造成了310亿至340亿美元的经济影响 这次损失是去年12月纽约布法罗暴风雪造成损失的3倍多 但低于去年袭击佛罗里达州的烟飓风造成的1800亿至2100亿美元损失 房屋和企业的很大一部分损失是由泥石流和山体滑坡以及严重洪水造成的破坏导致的 AQ Weather预计随着更多风暴席卷加州损失成本将进一步上升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应用气候学家和灾害专家亚当·史密斯说 尽管现在估计还未失过早 但修复这些风暴造成的损失的成本可能超过10亿美元 加州的风暴将是2023年第一个价值10亿美元的灾难 据日本时事通讯社11日报道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10日晚抵达伦敦 并于11日与苏纳克举行会谈 期间双方签署一项新的房屋协议 互惠准入协定RAA 法新社援引英国政府的声明称 RAA是英日之间一个多世纪以来最重要的协议 将允许两国规划和开展更大规模 更复杂的军事演习 并允许双方相互部署军事力量 英国金融时报称 英日签署RAA之际 英国政府正寻求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参与 以抗衡中国的影响力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 有关国家开展防务合作 应当有利于增进各国间的相互理解 信任与合作 不应制造假想敌 更不应将集团对抗的旧思维引入到亚太地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